這個是經典牌族 所以如果看起來比較憨或比較怪 就是因為經典牌族的緣故 是不是都後手啊? 好像都後手 這山領都... 這山領還是有點難用 盜者應該超雄的 盜者應該是我們帶兩張烈焰的緣故 因為... 奇蹟賊可以直接把傑森前行住 在經典模式裡面 這副基本上應該是... 呃...冰法 不過帶了這個熔火 所以多一點反打能力 有秘密還是先掛啊 雖然會讓我們熔火比較遠 理論上盜賊的爆發應該超高啊 一人一隻 淘土一會先知 人手一隻 毒息 嗯? 他在訪... 博物館喔? 他似乎在訪博物館 所以留一個一點耐久的刀 哈里訓啊 他有心會拆刀抽牌 超多張 狂率 可以直接拍巨人下來還是蠻舒服的 六費八八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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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可以爆風雪 他其實這樣要解巨人應該還是蠻輕鬆的才對 只是他就 被迫要噴一些 比如說屁股的爆發傷害在巨人身上 然後今天卡牌裡面的爆發值都 非常少 應該說非常平衡 呵呵呵 或許應該這樣講 OK 爆刀 嗯? OK 我還要爆刀欸 這樣爆刀差1 直接拼眼傷喔 可以這樣爆刀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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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拼眼吧 好啊 免得夜長夢多 所以他已經把一個隱蔽打掉喔 理論上 手上感覺是沒有殺自己生喔 所以我先前如果沒有先掛寒冰護體的話 這邊就已經被開了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我寶寶應該先繳一繳火球怎麼樣 不過他也要處理這個熔火 那他就掛了嘛 因為火球火球英雄的也就是3 廢物刀刃喔 廢物刀刃喔 冰矛的超高爆發 呵呵呵 劣人喔 劣人喔 劣人我們應該是想辦法拖到六七費吧 然後 燒場清清 給大家一口 劣人 這張真的超餓 呵呵呵 等一下 喔這張也回來了齁 阿天啊 搞不好我應該是前逼一點 啊天啊 果然 欸 這樣子就吃不消了 馬上增加20滴血 我的熔火巨人在何方 應該是這些都是帶兩張 穿在右邊往 天啊還是沒有 呵呵呵 我也沒抽到寒冰護體 很糟糕 熔火巨人 火球寒冰劍冰矛是 7加9 16點傷害 在想好不好繳一個冰毛 先不要吧 因為另外一點殺有可能會掛秘密之類的 打臉嗎 他應該一定要一個解吧 這個1在哪 這個1在哪 啊哈哈 OK 欸? 所以冰瑙我其實也會轉 我其實可以把他臉冰住 欸有些中文顯示不對欸 因為以前的鷹腳弓是 每當有秘密揭露就會加1 所以你的秘密揭露也會加他的鷹腳弓的消耗 呵呵呵 OK 留一張烈焰打盜賊 基本上 這副要計算的超精確的我覺得 這要理解對手的拍桌 這個時代的閃虛感覺就超強的 所以主要還是我們可以拿到一個4歲巨人 這兩個寒冰湖體跟 兩個寒冰湖體跟 小朋友才接唱 我們可以 他如果把我壓到10點血以下 可以錢幣 然後雙融火 有東西嗎 B48 基本上我們就是來嗑他了 因為烈焰跟這個 還要小心炸雞 不過等下至少有3加1巨人 超客倒賊 所以說今天的巨人兵法 那如大家所見其實 抗快能力還算不錯啦 主要是因為有 就是寒冰屏障跟寒冰護笛這些秘密 就這些兵 其實還蠻挺抗快的 不過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勝率並不是很好 因為 基本上打戰士 超級超級難打 就戰士可能還是有辦法打贏 可是就要天使地利人和 因為戰士一直狂壓 英雄能力 基本上兵法就 就有點沒救了 呵呵呵 對 就你一定要一些巨人進到臉 才有可能打贏戰士啦 可是戰士 解巨人的手段又超級超級多 不過打 盜賊我覺得這副超級輕鬆的 因為 這烈焰 你可以直接把他們的 就前行他們全部燒光光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帶兩張烈焰啦 可能不用帶這張 暴風雪啦 不過總而言之 這副現在就帶長這樣 我們其實可以甚至可以帶兩張 眼爆來 打戰士的對決啦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兵法 的狀況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以前的 兵法是沒有帶四個巨人的啦 不過 說實在那時候 我不怎麼玩天梯 所以 我也不是很確定 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就週再見啦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問你想問的 回答其他人問題 之類的 好啦 掰掰